试剧A训练赛因张凯瑞平Alan0-6顿山 让其瞬间红温 双方互对火冒三丈 作为老王辈亚军许久未训练的试剧A 今日开启了一场B25的训练赛 却在对局间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其因是由试剧A连续赢下对手两局后 第三局面对对手手跃墨子阵容 辅助Alan坚信即便对手有猫 选顿山也很好打 开局上路对线有猫之源顿山大残 不过博物赶来收下墨子拿下一写小赚 之后虽然顿山对手跃墨子起到作用 但射手凹影却平线操作失误 好似设置备改没有调整过来 我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感觉 我也感觉你这个操作很奇怪 猫晚上啊 总和到我想想 我接给超门王国两宝 忘记改了我靠 能接我吗 能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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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操作有问题啊我靠 开下面楼米 你直接开我人 走不掉了走不掉了 不用过来我感觉你们可以带他拉走 我能带开啊 不仅如此前中期对手有凯和哪吒又肉又有伤害 让试剧A越打越难 博物和公本在切不到守约的情况下 Alan顿山闪背也成了送死技能 后期在对手少猫自己少凹影的情况下 魏央指挥中右找机会 还会看到守约魏央公本就被点残 此时对手前排打不动 后排切不死 就算最后一波魏央公本锁住守约 也秒不掉输掉此局 总的来说 这局试剧A打得确实有问题 除了射手不正常的操作和顿山背不到人外 中野对守约几乎没有造成威胁 而来到结算页面看到 Alan0-6的顿山 张凯指出 队伍逆风时没有明确的指挥 并且直言这把顿山不如张飞 可Alan并不这么认为 表示这把选啥都一样 跟英雄没有关系 然后这把 说实话 确实你们 打的问题挺大的 顿山 我的评价是 这把顿山不如张飞 我怎么选啥都一样这把 这样玩选啥都一样 跟英雄有啥关系啊 他们对线已经玩不了了呀 他们对线能玩吗 他们红野区能守吗 双方辩论起来 情绪逐渐高涨 随着张凯的依据 林刚六的顿山也没用啊 直接让Alan瞬间不爽红温 张凯也不示弱 他的正宏区抓不了明月啊 他别人们抓明月啊 肯定抓不了明月啊 对啊他抓不了明月 我们打到他们红区啊 那你们不要四个人在中路啊 你说我们没有四个人在中路啊 我们就打到红区就行了呀 你们直接 那些四个人在中路被猫和莫子那些打残了 哎那敖影自己在调设置 他没办法 自己把设置调好就完了 那就完了嘛 那就进不去了呀 正常敖影挂边不就行了嘛 那说英雄问题干嘛呀 这把跟英雄有啥关系啊 这把张飞确实比顿山好点啊 张飞就张张飞绝对没有顿山好啊 为什么有顿山好啊 你待会到时候看我就知道嘛 我感觉你还看到 不用看 这把这把这把对线 对线是不是已经穿了啊 不是我那张飞的话我们对线就穿了 我这么告诉你 我那张飞的话我们对线就穿了 那林刚六的顿山也没用啊 那你换谁来都一样啊 之前我们不挺顺的吗 双边都很牛的 是挺顺的呀 这打团打炸了 你这跟英雄没啥关系啊 对啊 跟英雄有啥关系啊 说我林刚六的顿山啊 我说这把张飞比顿山好点 你听不懂是不是啊 你带那一杠怎么呀 我我哪我哪杠了呀 对吧就是跟英雄没关系啊 这他妈服了 你这么喜欢怼吗 那不就在中路啊 说两句地方都说两句话不就完了吗 我怎么说啥呀 说了他妈卡人也没卡呀 那我就不是 刚才不是可以分析吗 在中路四个人被炸的太 被消耗的太多了呀 你顿山本来也不是像张飞那种 不怕消耗的呀 所以说我跟你说张飞 张飞可能会好点啊 有啥问题吗 你在那里带着群星跟我说话干什么 不是张飞不会消耗吗 张飞不会消耗别人有盾啊 张飞不会被猫炸 好了吧 可以了我求你啊 他猫炸 他猫一个人炸我有啥用啊 我真无语啊 要不你来当教练吧 要不你再搞个速度吧 你在搞什么呀 你这脾气那么大干什么呀 给你正常讨论一下 你带着群星跟我聊什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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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